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见他已到了婚配年纪 于是便给他物色一户人家 这便是他以后的妻子梁飞和 梁飞和家境以前也曾辉煌过 只是几年前家中突遭变故 顶梁柱的父亲也不幸去世 因此家到中落 但是梁飞和长相俊俏 再加上以前受家庭环境的熏陶 在各方面也属于出类拔萃的 因此唐红亮便相中了他 正所谓郎才女貌 两位新人在结婚后你情我浓 感情甚好 但是因为唐红亮的生意 需要经常外出 因此没多久 他们便两地相隔起来 眼看成亲已经约有大半年时间 梁飞和的肚子一直不见动静 老两口便着急起来 趁着唐红亮这次归来 便把造娃的事情交代一番 唐红亮也是个孝顺的儿子 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于是便放慢了经商的节奏 留在家中专心与妻子造起娃来 这倒让梁飞和开心不已 正所谓九汉逢甘露 他抓住这次丈夫难得的陪伴时光 二人感情再一次得到了升华 可是事与愿违经过三个月的努力 梁飞和的肚子依然没有动静 唐红亮因为已经在家数月 生意不能搁置不管 不然慢慢的客户全都被抢光了 这天唐红亮跟妻子商量 他准备再一次外出了 等这次做完买卖便能休息一阵 梁飞和虽有不舍 但是男人毕竟事业为重 他也只得支持丈夫的决定 唐红亮看出妻子心中有些不悦 于是便来到集市 准备临走前给妻子置办些需要的物品 并且买一些女人喜欢的玩意 让他开开心 大街上熙熙攘攘 唐红亮买了一些颜值 买了一些生活用品 当他提着东西准备再买些肉时 一群人围着屠户旁边的摊子 让他很是好奇 唐红亮左挤右挤冲进了人群里 只见一位壮汉正在吆喝 不知道的以为是什么稀有物件 其实就是一条大公狗 这大公狗貌似很有灵性 围着这么多人 他也不叫也不怕 就在那里坐着 一旁的壮汉此时却介绍起来 父老乡亲 在下没什么本事 平时在此地养养狗 配配种 眼下就要千居他地 这条大狗经不起长途跋涉 我想在这里看看 有没有人家能够收留 也便给他找个好归宿 众人看了看大公狗 又看了看壮汉 其中一人说道 你这狗还是个种狗啊 怎么能确定以后 还能不能继续配狗啊 别到时买了却是个吃货 壮汉说道 我说兄弟 这你就不懂了吧 你看这狗的蛋蛋特别大 就好比咱们男人一样 如果没了他 那就和太监一样了 这两个大蛋蛋 你难道还会质疑 它不是种狗吗 众人纷纷低下头来一看 果真两颗蛋蛋 犹如一个大桃 有人哈哈大笑 有人暗暗称奇 这时又有人说道 那这狗还能干啥 我家不缺钱 不需要让它配种 它能不能看家护院啥的 壮汉一听乐了 他向那人说道 这位兄台 你让他看家护院 算是找得着对象了 这狗天生机敏 而且略通人性 你看咱们这里如此嘈杂 它依然在这里不叫不哪 就知道我这狗 并非寻常的田园犬了吧 那人直接抢着说道 我出一两银子 这狗我要了 要是你吹牛 到时我直接把它宰了吃肉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也纷纷对这狗产生了兴趣 看家护院的狗 大家都见过 这种狗还是第一次听说 以后还能赚钱 每个人心里都打起了 买下的念头 唐宫亮见这条大公狗 临危不惧 又想起自己马上便要外出 这家里没了男人 让妻子一个人在家 确实有些不放心 不如买下它 你来给妻子做个伴 二来还能保障妻子的安全 正在众人争先恐后出嫁的时候 唐宏亮直接喊道 壮士 这狗我要定了 我出一百两银子 众人一听 纷纷侧目 仔细一看才知道 这是本地有名金主唐家少爷 他们也不想与他争抢 便纷纷退出了竞争 就这样 唐宏亮顺利将大公狗牵走了 要说这狗还真是机敏过人 临走前壮汉在他耳边还说上几句 以后你的主人就是他了 你跟他走吧之类的 这狗竟然乖乖地跟着唐宏亮回家了 顺道还帮着他驮了些买的物资 唐宏亮牵着大公狗回到家 梁飞和出门迎来 看到大公狗先是一惊 随即说道 你怎么整了一只大狗回来啊 二人一边交谈一边走进了院内 梁飞和这才知道 原来还有种狗这么一说 他蹲下身也好奇地看了看大公狗的蛋蛋 用手指弹了一下笑道 哇 这狗还真是不一般 以后咱们做起饭狗的买卖 看来也行了 唐宏亮被梁飞和整得哈哈大笑说道 你还挺调皮 以后我不在家 这狗就成了咱家的卫士 我在外面做生意也能安心几分 二人说说笑笑便进了屋 这一瓦二人再一次努力一番 毕竟唐宏亮此次外出还不确定到底何时归来 唐宏亮临走前将一封信件交给了妻子 他语重心长地说道 娘子 这次外出是受他人之托 归妻尚不得知 这信封里有咱们家所有的积蓄 你务必收好 我此行带着他反而成了累赘 我不在家时 一切就交给你了 梁飞和接过信封 他亲了一口丈夫随后说道 相公你就放心吧 我定会将家中打理好 公公婆婆那边我也会妥善照顾 唐宏亮与妻子 依依不舍地辞别后便踏上路程 这次他很是放心 经过这段时间进一步的接触 他觉得妻子不仅外貌出众 打理家中的事物也是井井有条 再加上有条大公狗在 可以说在外面他可以一盏宏图了 经过几天的奔波 他来到了与朋友约定之地 那位朋友说好 这里有批物资 因为物主家中遭遇变故急需出手 如果能够得到此批货物 再转手一卖 那他们可就发达了 可是因为这位朋友 一个人根本吃不下 便拉上唐红亮一起盘下这批物资 久经商界的唐红亮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毕竟做生意靠的就是机会与胆识 但是他也多了个心眼 虽然朋友可信 但他依然选择先看货再从长计议 唐红亮与这位朋友碰面之后 便来到了存储货物的仓库 只见里面琳琅满目皆是上等绸缎 介绍的人眉飞色舞地说着货物的来历种种 当他们看完后 都对里面的货物表示满意 交接的人也是痛快 出价不是很高 你来我往一番杀价之后 这桩生意算是坦诚了 那位朋友也是祝贺唐红亮 这次他们二人看来不需此行 只要转手卖了这批货 身家财富便可再上一个台阶 唐红亮见这次货物与交接的人均没有一点 于是说道 这次出来匆忙 我带的银梁只够定金 其他钱财皆在家中 不知能否宽限几日 等我从家中取回积蓄 便可全部盘下 那位朋友颇有不悦说道 之前已经与你说好 这次前来谈成的话便可全部盘下 如今你怎么还摆了这一道 要是被他人提前买去 岂不是我们这次白来了 唐红亮深感愧疚地说道 这次确实是小弟做事不周 老毛病犯了 还往兄弟海寒 那位朋友说道 要不这样 明天我们与那交接之人说说好话 看看能不能宽限几日 如果同意你就赶紧回去 如果不同意那这次就算我认栽 以后咱们也别再合作了 唐红亮赶紧点头哈腰连连认错道 是是是 如果明日那位交接之人同意 我定会飞奔家中 想妻子要出那全部积蓄 兄弟你就放心吧 那人一听也不再争辩 随后便甩袖走了 唐红亮并没有因此感到后悔 他认为做生意就不能做赔本的买卖 处处留个心眼总归都是有好处的 就这样 唐红亮便在客栈休息 等待第二日与那交接人再商讨一番 他躺在床上辗转发策 一直在思考第二日 该如何向那交接之人游说 就在这时他本能地反映到外面原本嘈杂的声音 此时却异常安静 正当他想要起身查看一番时 一股清烟从屋外射入 让他瞬间倒在地上昏睡过去 当他醒来之时 发现自己正躺在白天查看货物之地 他感觉匪夷所思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己不是在客栈吗 怎么会来到此地 正在他一祸之时 忽然有人大喊着火了 快救火 他晃了晃脑袋仔细一看 前面存储货物的地方竟然燃起了熊熊大火 此时他由于自己是救火呢 还是先回客栈看一看 就在这时 有人从身后拍了一下他肩膀 他回过头去竟然是几位官差 那官差喝道 深夜纵火 这下你跑不了了 几人不由分说便把唐红亮押入了县衙 第二日清晨 县老爷开堂问神 你是何人 为何要在此地纵火 唐红亮此时一脑子降火 这都是哪跟哪 于是便将来此地的目的 与昨晚之事一一道出 县老爷却说道 昨日有人通风报信 说会有人纵火行凶 于是我便派几位衙门官差 前去查看 县老爷望着唐红亮威严赤道 照你这么说 你那位朋友和交接之人 应该是本地人士 可是我查了一下 此地并无二人 你到底说的是不是实话 唐红亮被县老爷这么一下唬 竟脑中错乱起来 昨日那位朋友和交接之人 我可是看得真真的 怎么会说没有就没有呢 于是他向县老爷说道 我在客栈还有些盘缠衣物 也可证明我说的话属实 县老爷怒拍唐板道 我已经叫人去查看了 你客栈里什么都没有 店老板还说你没有付房钱呢 唐红亮百口莫辩 最后县老爷说道 你现在属于第一嫌疑人 先将你打入大牢 待你事情查清之后再做判法 就这样唐红亮无缘无故 被打入了大牢 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他有没有盘缠 连个传话的人都没有 只得祈求老天保佑 让事情水落石出 赶紧放他出狱 时间一天一天 一月一月的过去 唐红亮此时已经不知道 自己被关了多久 此时他满脸胡须 衣衫不整躲在大牢的角落里 等待出狱 突然这一天 先老爷带着圣旨来到牢房说道 新皇登基 大赦天下 你们这些犯罪较轻的 今天便可出狱了 先老爷念完圣旨 便安排牢头将动人的牢房打开 随后便让牢头各自给了些盘缠 让他们出狱回家 唐红亮先是千恩万谢了先老爷 随后抹了抹眼角的眼泪 便走出了大牢 他看向天空说道 我终于出来了 爹 娘 娘子 你们等着我 我唐红亮回来了 说完便急冲冲地向家中赶去 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 他来到了一处小店 准备吃些东西再继续赶路 待他做好后 店小二见他穿着邋遢 并且胡子拉叉很是嫌弃 唐红亮掏出盘缠 证明自己不是乞丐有钱富长 小二这才骂骂咧咧的去厨房 为他端来一碗面 正当他狼吞虎咽吃着面条时 小店其他客人聊天的内容 引起了他的注意 一旁的客人说道 你们还不知道吧 梁州的唐红亮已经十个月没回家了 他妻子整日早出晚归 不知道便宜了哪个汉子 另一个人说道 看着一表正经 原来也是个水性洋花的主 可怜这唐红亮在外 还不知道自己戴了绿帽子 又有人说道 这算啥啊 我听说他家里有条大公狗 这小娘子晚上寂寞难耐 竟然连那条狗也不放过 晚上都能听到 他那不堪入耳的叫声 唐红亮听到这 恨不得将手中的碗摔掉 这些人竟然口出不讯 哪有人和狗做那种事的 可是又一想 自己在大牢里关了几个月 家里得不到自己的消息 不知道娘子他是怎么度过的 他抓紧吃完了面条 结完掌便继续赶路 当他来到家中 是一时夜晚 本来想敲敲门 可是今日别人的闲聊 让他最终还是选择翻墙而入 当他进了院内后 发现此时竟然异常安静 怎么大公狗没有在窝里 也没有护院呢 想着想着一股怒火熄来 难道别人说的都是真的 他先是来到厨房 悄悄拿起了菜刀 看窝室内有些亮光 便在窗下仔细聆听 让他没想到的是 此时妻子突然发出啊 啊啊 的叫声 唐红亮气得眼中流下了泪水 想不到自己喊冤入狱 在外盼着早回家 竟然遇到这种丑事 他心一横握紧了菜刀 便悄悄摸进了屋内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屋内竟然占了不少人 有他的父母 还有一位上年级的妇女 而他的妻子此时正在床上 那位妇女一直在说用力 出来了 坚持下 唐红亮瞬间才明白 原来妻子正在生产 这时他的父母发现了他 看到他穿着邋遢 满脸胡须根本没有认出 又见他手握菜刀更是紧张异常 他的父亲指着他说道 你是谁 这么大胆 光天化日你想干什么 唐红亮愣在原地 发现自己手中还握着菜刀 也感觉自己有些失态 他将菜刀扔下 扑通一下便跪在二老身前哭道 爹 娘 孩儿不笑 红亮回来了 老两口走近一看 喜结而气道 真是红亮啊 说完赶紧将他扶起 一家三口便开始说起了 红亮遭遇之事 此时梁飞河还在生产 唐红亮母亲说道 儿啊 你娘子正在生产 你先去洗洗澡换件干净的衣服吧 唐红亮明白母亲的意思 转身便向差房走去 唐红亮洗漱完毕站在屋外 他又想起了吃饭时那些人的话 而妻子此时生产还未完成 他自己出去了这么久 妻子是怎么怀上孩子的呢 他将母亲拉出了屋内 将事情的经过素质一番 母亲听后很是惊讶 随即便生气地用食指 戳了一下他的脑门说道 你这傻儿子 你走的时候 飞河便有了喜 只不过后来才得知 后来我们一直便在这里 照顾他的起居 生怕出现什么意外 怎么会有你说那种事 唐红亮一听深感愧疚 是啊 自己的妻子千挑万选 怎么会做出那种伤风败俗之事 自己竟然怀疑妻子 自己怎么就这么傻呢 可是那些人到底是谁 为何要出言重伤妻子呢 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牛头看到了正趴在角落里的大公狗 他向母亲问道 咋家这狗怎么这么老实 一直趴在这不动啊 母亲说道 这狗很有灵性 今天要不是他 恐怕飞河就遭了难了 本来我和你爹出去买些东西 是这大狗将我们巡回 这才得知飞河要临盆了 母亲看了看狗又说道 我又和他说了几句 你家女主人正在生在 如果不是陌生人来访 切不要大声叫喊 以免惊到女主人 这不 一直就趴在这里安静不动着 唐红亮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狗早发现了自己 只不过他通过嗅觉认出了自己 所以才没有大声叫喊 想想还真是 自己穿着邋遢满脸胡茶 竟然是这狗先认出了自己 真是灵敏过人啊 正当娘俩聊天之际 只听产房一声娃娃哭声响起 母亲高兴地说道 生了 说完娘俩赶紧冲进屋内 此时接生婆将孩子抱了出来 唐红亮和父母看着刚出生的孩子 很是高兴 唐红亮看完孩子后便来到产房 此时梁飞河躺在床上 浑身虚弱地看着他 两眼动情地流下泪水道 相公 你终于回来了 唐红亮抱着妻子安慰道 回来了 娘子受苦了 二人相拥在一起 诉说各自这段时间的种种经历 从妻子那里得知 在丈夫离开之后便咬无音讯 她四处打听 也没有得到丈夫的信息 后来家里来了几个陌生人 说是她的朋友 称丈夫在外面做生意 需要资金不便归来 托他们前来把资金拿去垫付 梁飞河自敢身负重责 不敢轻信他们 便将这帮人打发走了 可是丈夫一直未归 她心中有愧 莫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同意 丈夫遭到了他人的挟持 就这样整日惶恐不安 偶尔晚上也有陌生人前来敲门 幸亏有大狗在家 保全了家中安全 梁飞河从丈夫那里 得知她的经历后 明白丈夫此行 恐怕是遭了歹人算计 但是这帮人依然不肯罢休 恐怕惦记家产已久 于是他心生一计 叫他第二日便去将大狗假装卖掉 并放出话去自己 马上便要外出 看看这帮人会不会露出马脚 只要他们露面便将他们一网打尽 果然 晚上唐家异常安静 四个人在院外徘徊 很久也不见狗叫 于是撞起胆来翻墙而入 当他们抹黑进了梁飞河的卧室之时 却被里面的官差带了个正着 官差将四人押到院内 这时邻里街坊 也都举着火把前来为官 唐红亮这才发现 这四人中一人便是他那所谓的好友 另一人便是那当日交接之人 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还有一人竟然是当日卖给他大公狗的壮汉 经过县老爷开堂问审才得知 这四人剽窃唐红亮家产已久 于是便设计将大狗卖给了他 再将他引到外地 让他暂时不得归家 可是就连壮汉也没有想到 这大公狗竟然如此忠诚 认了唐家的主人 就连他这个前主人也不能近身 经过几次夜叹 他们不敢打草惊蛇 后来听说天下大赦 唐红亮归来 便在路上制造谣言 想要让他回来之后将狗除掉 谁知恰好遇到了梁飞和生产 真是机关算尽 最后还是栽了跟头 先老爷经过与外地官员联系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将这四个人恕罪并罚打入大牢 唐红亮经过此事之后 更加爱护妻子 他庆幸自己当日没有做傻事 不然真可谓是人才两师了 从此以后一家五口外家这条大豆 日子过得也是美满幸福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